大家好,我是阿静 今天到我的虾稻田里面 准备花两天时间把青苔打捞掉 小龙虾现在长得挺快的 加上气温比较高 而且稻梗和青苔腐烂比较快 我昨天改了底 今天用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打捞青苔 带大家看一下 今天下了点小雨 打捞青苔已经打捞了两框子了 就是用这种框子 加上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网子 还有我前年制作的竹排 就这样一边推 把青苔都推得差不多了 然后就用这个网子 把它装到这个框子里面 慢慢的溺水 这一框子可以装一百多斤 力度挺高的 就是说装的多一点 就这样慢慢的推 穿着皮裤 在水里面 我这个水有 加上淤泥 一起有五十公分 就这样慢慢的推 青苔太多了还是 不应该把鸡粪倒在我的池塘里面的 应该把鸡粪倒在这个虾稻田里面 它就比较肥 就不会长这么多青苔 然后我池塘里面倒了鸡粪 把水草搞得满堂多事 刚好搞反了 吸取教训 打捞青苔跟打捞水草都同样的累 明年就不会这样子了 打捞这么一框子青苔 要二十分钟 把它推到岸边上去 然后倒在岸边 这个是麦环草 打捞了这么多 这是一堆 昨天打捞的 一共打捞了好几堆 青苔一框子 这里是两框子 用这个耙子把它爬上来 这都是干的 不 比较干的 腻的水的 从中间运过来 这个拖上来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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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框子 一百斤 已经打捞了 三分之二了 还剩下三分之一 现在下着雨 每天都这样加水 水还是加不起来呀 今天打捞了一天的青苔 有点累呀 不过打了差不多了 下着雨 有些青苔就散掉了 不好打捞 只能等天晴再打捞了 一天晴我就用牙包干菌 给它泼一下 因为里面的水 因为里面的水有一点点茶褐色了 然后这边的虾稻田 这边的虾稻田加水还是比较困难 看来只能24小时连续不断的抽水了 坚持一个多月 到六月份就种水稻了 这小龙虾的话休息半个月再开始捕捞吧 因为现在的小龙虾都是中虾 中虾今天是十八九块钱一斤 因为再拖一两只壳就是大虾了 所以再等一等 每次养虾都非常的急 巴不得赶紧把它卖掉多卖点钱 今年不那么急一点吧 看看能不能养出大虾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